暖男陳柏林代言保養品牌 在廣告微電影中飾演夢想使者 鼓勵女主角達成願望 不知道她自己的夢想是什麼呢 今天很多人問過我這個問題 然後我很喜歡就是韓韓 就是我好朋友韓韓 他說過一句話 他說我所理解的生活 就是和喜歡的一切在一起 對 所以我覺得 如果每一個人都可以 跟自己喜歡的一切在一起 就是我的夢想吧 剛剛有被問到自己的夢想 所以你覺得自己的夢想 你有實現了嗎 嗯 我覺得它是一個延續 它沒有一個終點 對 然後我覺得 和自己喜歡的一切在一起 每一天我覺得就是一個夢想了吧 對 所以都有 有沒有缺少什麼 你覺得自己現在還要再說 還可以啊 就每天 其實我在劇組 在現場 就會有一種歸屬感 對 就是每天去就覺得 我好像就是要來這邊 然後就很開心了 不知道可能拍電影 就拍電視劇拍電影 就是我喜歡做的事情 陳柏林最近拍新電影 壞蛋必須死 用到許多韓文的台詞 他坦言壓力很大 心得就是壓力很大 對 因為很久沒有這種壓力 因為在戲裡面有 幾乎百分之六十到七十的 韓文台詞 真的很辛苦 然後我在拍第一場戲的時候 我很久沒有那麼緊張了 然後越拍著越拍著 現在韓文基本的對話 跟一些比較奇怪的詞 應該都會這樣子 不能秀一下嗎 對 秀一下 他說什麼 我最喜歡的一句就是 就是原來如此 你好 然後什麼 然後還有說什麼 嗯 就是等一下這樣子 而和女主角孫藝臻 私下都用英文溝通 也會互相教對方韓文和中文 孫藝臻跟她大部分 還是用英文溝通 對 然後 也常常 因為我有教她中文 她有教我韓文這樣子 其實在現場就很像是 交流的感覺 就語言交流的感覺 WOW NEWS新聞網 採訪報導 謝謝